所以人要学会调节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身体一定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所以做人身体好要营养失踪 不要累积过多 人的精神心灵想好不能烦恼太多 所以心灵要处于知足的状态 总觉得我够了我满足了 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发喜 所以学博人修心如果用苦修的话呢 觉得太苦了 修心修得太散乱了 松散了也不好 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 人要学会平衡自己 叫中观中道 也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中庸之道 所以做人什么事情都不要偏得太过分 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 那就是中庸 我经常跟大家讲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学会把握好 要学会给别人留一条路 你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学会调节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就不要常发脾气 要学会忍辱 学会吃亏 做人要想得开 这个人才能开悟境界 犹如我们在生活当中 吃了太多热性的食品 你脸上就会长苍 身上也会发浓头 这样你就要懂得 我要降虚火 就像广东人经常讲的 为什么要煲汤啊 就是调节生体的内部的结构 就犹如天气冷了 你要多穿衣服 天气热了 你要少穿一点 这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调节法 我们在人间 只要符合自然规律 你才不会违背自然法则 我们人为什么会心虚呢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 已经让自己的心感到了 有负能量的存在 因为已经是感觉到 自己心做的不对 就像很多的女士 自己跟老公吵了之后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然后再去跟邻居讲 你看我今天在他吃的饭里面 加了很多的盐 我要咸死他 跟邻居讲的时候 还要争争有词的说 我这样不对吗 他这么骂我 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多放点盐呢 对不对啊 他其实他的内心是虚的 所以人的内心有生命的元素 这个生命的元素就称为正能量 所以你不能接受这个正能量的话 你心违背了正能量去做任何事情 你做的就是负能量的事情 所以才会使你的内心感到恐惧和心虚 所以我们经常说 人正不怕影子歪 我们做人就是要对别人好 我们无私无愿的奉献 帮助别人 你就是拥有正能量 如果你去帮助别人 拥有某种目的 为了在别人的身上 能够获取你所需要的利益 那就是负能量 你的心才会发虚 心虚是不能量 执心成心是正能量 你的心总在发虚 你的身体就会不好 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 台长希望每一个人充满着正能量 多多的帮助别人 让这个世界充满着爱 我们下来